字幕 李宗盛 那因為在這個裡面有跟小朋友互動啊 有沒有機會可能跟小朋友一起上節目之類的 自己的小孩子嗎 對啊 自己的小孩子 嗯... 期待吧 期待 沒有 我不把話說是 就是有機會的話當然沒問題啊 所以你也蠻想就是跟小朋友一起上鏡頭啊 或是拍節目可以留一個回憶這樣子嗎 當然當然 你做爸爸媽媽還是希望 但是如果真的要讓他們去從事這個行業 你是說鼓舞還是 你說進演藝圈是不是 對 會好像需要再年紀大一點 對 太辛苦了 對 那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跟小愛現在是分隔兩邊 沒有辦法過年對不對 是 沒錯 對 是什麼狀況 你什麼時候可以再看到他 什麼時候 應該年後了吧 對啊 就 對啊 沒有 我覺得還好啦 還好啦 就是因為 大家也是都是自己 在工作人員上的崗位做 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的目標 可是他這樣子是 他現在沒有辦法看到小朋友嗎 對 目前是這樣 那他會很想小朋友嗎 每天有視訊嗎 對啊 視訊是一定要的啦 就是畢竟是自己的小孩一定 就算出去工作一天 還是會很想他們 小愛就是 小愛大概會離開多久啊 大概喔 嗯 先到日本 然後工作一個月 隔離十四天 然後工作一個月左右 然後再回來隔離十四天 應該會到兩個月喔 我馬上就是要 期待 不是期待 就是已經在籌備啦 就是球關的部分 然後希望把我這些 我自己的所 以前所學的東西能力 然後交給大家 然後希望有更多好的選手 也可以出來這樣 這個節目真的給我感覺就是 你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然後你去接觸我 然後再來就是 把以前人流傳下來的一些方法 然後交到我們手中 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覺得 以前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現在要學 但是那個就是一個精神 一個傳承 所以節目當中 就是很多精彩片段 然後也是值得大家去學習 那包括也在內 我覺得你好 我覺得你好 等一下他都幫你講 幫你講了 不是我覺得他 就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就是因為從小 我們練習體育這件事情 然後讓那個骨子裡 就會有一種 不服輸 然後想到 每件事情都可以 都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我覺得就跟節目其實一樣 然後 每一集出去 裡面你一定可以從 那一些古老的智慧裡面 學到一些 人家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們真的太容易遺忘 尤其像現在 一切的事情 轉眼就過去了 可是 為什麼事情會存在 一定有它的原因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學習 Sinne 將來 四個月 二個月 健康 二位 五位 一位 二位 志銳 五位 一位 或